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C大叔 這間海盜船精緻排餐 位在這個永和樂華夜市旁邊的小巷子裡 它曾經是在竹林路上很受歡迎的牛排店 那現在轉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 詳細地址我確定的時候在打在資訊欄 這邊就是一個模仿海盜懸賞址 一個有趣的菜單 這邊寫了 原先客樂牛排與永和地區製造美式美食38年 使民眾過度上癮 現行又以海盜船義式料理坊 不計歐洲進口原料製成本製造 評價異國風味使韜客榴槤望返 特色使令居普 風味獨特異國風味評價美食飯店主廚 那這個是它的Kanban 這邊還有寫手工Pizza 門口還有這個很有趣的海盜船 其實以前我記得我有拍過這家店 但是我剛剛好像找不到這家店的影片了 那這個就是很有趣的海盜船 好像最近才做的吧 營業時間這邊有寫 但是因為反光看不清楚 外面就是有做類似像船艙的造型 內容須蠻大的 應該可以做個四五十個人 那門口這邊還有一些小小的海洋裝飾 牆上有一些海洋裝飾 我記得飲料是兩種 一個是柳橙汁 一個是紅茶 湯是兩種 玉米濃湯跟番茄蔬菜湯 然後這裡面的話 是一個海洋風造型的小包廂 然後這裡面的話是一個海洋風造型的小包廂 然後這裡面的話是一個海洋風造型的小包廂 這樣 那菜單照一下齁 那菜單照一下齁 差不多都在300塊以內齁 好那這邊有寫齁 濃湯飲料週一週五提供 例假日不提供 好那這個是菜單正面齁 然後原則上是 中等價位齁 不能說算太高也不能太低 好那這間店的地址在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 一段65項5-1號 然後營業時間這邊有 好在這個先客樂時代 他們這個 蔬菜湯齁 裡面是有牛肉的齁 那現在已經換了新店之後 就沒有牛肉了齁 好那這免費的湯 那就喝喝看 因為少了牛肉齁 所以它這個 我想應該美味程度就會下降 那裡面就是有高麗菜 洋蔥跟番茄吧齁 蔬菜的甜度不錯啦齁 只少了牛肉這樣 好那這樣就是75 普普啦齁 那是飽吃齁 加減喝 因為反正是免費的 那口味還不錯 就純粹真的只是蔬菜湯齁 好那這個是不用錢的另外一個汁 玉米濃湯齁 好裡面就是有火腿跟玉米 還有一些巴西里碎吧齁 還有一些巴西里碎吧齁 然後先喝喝看 口味還可以齁 但是感覺就是有用這個 康寶雞當塊去調味啦齁 就不是高湯的那種湯底 嘩但是也是免費的湯齁 也是普通普通 好那75 還可以 就跟一般家庭主婦煮的差不多啦齁 好那這個就是免費的紅茶齁 那現在喝喝看 呃應該是很淡很淡的綠茶啦齁 茶香只有1分,然後甜度1分 然後是非常非常稀薄的綠茶飲料 雖然他不用錢啦 但是我的分數只能給他60分 剛好幾個而已 近乎於開水的飲料 鐵板很燙喔 好,謝謝 好,那很快就來了 好,那這個就是王子牛排了 超薄的牛肉片 然後配上黑胡椒醬 還有青薑菜,然後義大利麵跟半熟蛋 好,那現在就趕快吃了 然後他就長這樣喔 然後非常非常的薄 但是他口味不錯了喔 然後肉蠻嫩的喔 但是不確定是原肉或是組合肉 應該是原肉啦 因為現在畢竟房間的這個肉做得太厲害喔 所以可能 無盡的能夠分辨出它是什麼樣的肉 應該是原肉啦 應該 好,那薄薄的口感 然後吃起來還不錯 沾上這個 口味還不錯的胡椒醬 好,那我覺得他的分數是78 台灣的牛排都是會有這樣半熟蛋喔 這個狀態我還蠻喜歡的喔 一口就沒了 然後下面就是這個 細長型的義大利麵喔 好,就這樣 然後還有醬跟這個洋蔥啦喔 好,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喔 但是他胡椒醬是不錯吃的喔 因為原先他這個有很有餐飲的經驗 所以他這個醬汁條是不錯的喔 義大利麵口味不錯喔 可惜他不是那種 我喜歡的那種捲捲麵喔 好,那整體的分數我給他80分 算是還可以的牛排排餐 好,因為那這個是我的啦 就差不多這樣 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份量中等 好,那最後就是再一次 介紹這個餐廳的氣氛啦 算是一個平價的牛排館 那當然他也是有賣一些義大利麵阿 手工披薩這些的 那當然他也是有賣一些義大利麵阿 手工披薩這些的 然後 稍微吵雜一點阿 那最後就是這一間店的名片阿 海盜船義式料理坊 它原先是鮮可樂喔 但是我覺得它原先是鮮可樂的時候 它的料理是更好吃的喔 現在稍微下降了一些 餐飲的水平我覺得啦 下降了一點 然後地址在這個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 一段65項5-1號 然後這個是名片的地形圖喔 那各位有的來 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好,掰掰